中国当局公布了乌鲁木齐中级法院对维吾尔著名学者伊力哈木讨核提的审判记录 伊力哈木被法庭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途刑 中国当局升旗以对伊力哈木的宣判受到国际社会普遍谴责 伊力哈木讨核提是中国中央民族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长期以来致力于为维吾尔少数民族争取更大权益 美国、欧盟以及主要国际人权组织都要求中国释放伊力哈木讨核提 并指出伊力哈木讨核提对北京当局的批评虽然占銳但十分和平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在星期四发表的文章中试图抹杀这一点 文章将伊力哈木描绘成一个鼓励学生采取暴力行动的极端主义者 新华社说红放在法庭上展示课堂的讲课视频指伊力哈木鼓动学生对抗中国政府 并且说中国政府对于维吾尔人来说就是魔鬼 新华社还引述未有透露声明的证人说 伊力哈木策划在维吾尔在线网站上发表了100多篇鼓吹分裂的文章 维吾尔在线已经被中国当局关闭 伊力哈木的辩护律师李方平说 新华社列举的所谓证据曲解事实论述也不准确 李方平指出新华社在伊力哈木吐吐提提出上诉之前公布证据 违反了中国的法律 李方平还说中国当局在法庭开心之前不允许他接触所谓的证据 因为有关官员认为这些证据太敏感 不过中国负责民族事务的官员在星期四表示 中国司法部门是根据国家的法律和规定对伊力哈木进行审判的 45岁的伊力哈木吐吐提多年来通过发表演讲和文章 对中国当局的新疆政策提出批评 中国政府对新疆穆斯林的宗教生活和传统文化进行严格的限制 很多维吾吾尔人都抱怨说汉族人大批涌入新疆 而且受到当局的特殊对待 最近这几年来新疆发生多宗暴力袭击事件 导致苏伊伯计人丧身 其中很多攻击目标都是政府机构 但是现在当地平民也屡屡屡成为攻击的目标